相信熬夜看這場比賽的球迷朋友們 心臟都快扛不住了 歐冠十六強 冰宮廠在第一回合以0比1敗給波圖 背水一戰來到主場捲土重來 上半場兩對擊積進攻 都有不錯的機會 但始終無法給一些比數 來看到這球 Evan Nelson大力起腳 Raya飛身撲救化解危機 但這還只是冰宮廠門將Raya 今天的一個小小高光而已 我們後面繼續砍下去 冰宮廠的進攻機會 Pepepepi的死命騎跳結尾還撞到門柱 看起來好痛 但有守住這球就算值得了 比賽進入到40分鐘 Oregar盤帶之後把球塞給Trossard 他提出完美弧度 Go 鑽進球門的角落 冰宮廠1比0閒持得點 也頒平了總比數 下半場又是冰宮廠的機會 Oregar拿到球直接射向空門 但是隊友衝裝門將在先 進球不算以外還吃了一張黃牌 就這樣兩隊一路敖戰到延長賽 都沒能再進招分數 比賽進入到最刺激的PK大戰 這一球Wendell已經踢得相當強勁 位置也沒有話說 但硬是被Raya擋了下來 加上冰宮廠前四發都順利踢進 壓力落在陷入落後的波圖身上 一樣的位置一樣的姿勢 Raya又再一次上演神撲救 擋下了對手晉級的希望 幫助冰宮廠時隔14年 重返歐冠八強的舞台 這位決定可以 對手晃晃的既然